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五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一章 三家分晋 公元前四五五年夏天 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 晋国亚清 赵氏宗主赵吴旭 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 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 吴旭进城后 即令紧闭城门 家派港哨给沪城河家住河水 种种迹象表明 一场战争即将来临 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 战争并不陌生 很多年前 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 那是公元前四九七年 晋国发生内乱 中行士和范士讨伐赵氏 先祖赵央退守晋阳 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 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 晋阳才得以解围 时隔四十二年 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危险 令人感慨的是 斗转星移 风流水转 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 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 在这四十二年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 还得从那个名叫寻尧的人说起 晋国四清 智氏一家独大 晋国的六清执政体制 持续成达百年 因公元前497年的 中刑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 中刑氏和范氏狼狈为奸 本想一举吞并肇氏 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 中刑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 晋国从此进入四清执政时代 四清之中 一清为正 即称为上清 三清为父 称为亚清 公元前493年 时任上清的智氏宗主 荀丽去世 其子荀身继承家业 上清之职 则由赵氏宗主赵央接任 赵央为人宽厚 知书达理 在他的领导下 四大家族相安无事 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 直到公元前476年 荀身去世 据资质通鉴记载 寻身去世前 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 很费了一番心思 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 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 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 如若正妻无子 则在众多侧氏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 原则是子以母贵 女人的地位越高 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 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 显得越来越重要 为了知识家族的未来 寻身必须在诸多儿子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寻身看重的是寻摇 理由很简单 寻摇身材高大 虚然飘逸 擅长驾车 射数超群 多才多艺 技能出众 文思敏捷 能言善辩 坚决果断 敢作敢为 无种美德急于一身 修说继承制式家业 简直和中国上古传说中后裔这样的神话人物 有一拼 然而 寻身的这个决定遭到族人治果的反对 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 寻霄 寻身对此不理解 寻霄面向凶狠 人们看到他都怕 你怎么会推选他呢 治果回答 寻霄凶狠 是狠在表面 寻摇 却狠在内心 寻霄有五种美德 独缺仁义 长得漂亮 武艺高强 能言善辩 才艺出众 敢于认识 这都是好事 但是如果内心无仁义的话 这些美德只会助长他的暴力之气 恕我直言 如果您一定要寻霄继承家业 治世必亡 寻身考虑再三 还是立了寻霄为世子 治果带着家人跑到晋国太史那里 改了族谱 宣布脱离治世 自称辅士 这就意味着 此后治世家族不论兴肺存亡 都与他没任何关系了 直到二十多年后 人们才会拍着大腿 称赞治果是个聪明人 但在当时 人们对他的行为并不理解 他们看到的是 治世家族在寻霄的带领下 越来越强盛 甚至超越了寻力和寻身的时代 公元前472年 寻霄以亚青的身份率军讨伐齐国 在黎秋与齐军相遇 战前 他亲驾战车 巡视进军 战马突然受惊 朝着骑军阵营狂奔 以寻霄的驾车技术 要控制住战马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他意识到 如果这样做 会让齐国人误以为自己胆小 于是他放马及驰 一直冲到骑军营垒前才掉头 此举极大鼓舞了进军士气 在后来的战斗中 寻霄又身先士卒 奋勇杀敌 亲手擒获骑将颜庚 取得了死战的胜利 公元前468年 寻霄罚政 七国权臣陈恒率军救援郑国 寻霄得知消息 主动引兵退去 但是派人给陈恒送去一封信 信上说 您的祖先是陈国公子 陈国的灭亡 郑国是出了力的 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郑国 是为了替陈国报仇 但是您跑来救援郑国 让我感到很不理解 难道您一点都不在乎陈国吗 既然您都不在乎 我又有什么所谓呢 所以我主动撤军了 恕不奉陪 这封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 显然只是为了调戏对方 陈恒越后大怒 但又想不出什么词来回骂 只得提笔回信说 老是欺负别人的人 不得好死 不消说 寻咬很快赢得了 不得好人的好感 该有的他都有了 显赫的家世 尊贵的地位 伟岸的身躯 机智的谈吐 以往无前的勇气 货真价实的战功 还有调戏敌人的闲情意志 他宛如一颗 冉冉上升的明星 光芒四射 照耀晋国 连赵阳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 公元前464年 寻咬再度罚政 赵阳派世子赵吴旭随行 担任寻咬的副手 赵阳的本意 一是让吴旭亲临战场 获得经验和名声 二是向寻咬表明 晋国日后必定是寻咬的天下 请他对吴旭多多照顾 可以说这既是知其雄 守其词的政治智慧 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亲 对儿子的关怀与呵护 但是寻咬对赵阳的全权之心 并不以为意 据左传记载 这一战进行的并不顺利 晋军包围了郑国的首都新政 却遭到郑军的猛烈反击 攻势一度受阻 战斗最危急的时刻 寻咬命令身边的无序出战 带领赶死队强攻新政的南门 听到这道命令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冷兵器时代 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强攻更是险上加险 守城者可以凭借着城墙和剑舵保护自己 而进攻者则暴露在箭矢雷幕之下 还要扛着云梯等攻城器具 越过护城河 极易伤亡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 进攻方一般不会采取这种 杀敌八百 自损三千的笨办法 退一万步说 即便是强攻也不该由吴旭来担当 这倒不是说吴旭不能冒险 而是没有让一支军队的副统帅 去当赶死队队长的道理 大伙都将目光集中在吴旭身上 看他如何应对 吴旭只说了三个字 主在此 主在此 这三个字看似简单 实则可软可硬 大有乾坤 软一点说 有主将在 我不敢争先 硬一点说 您是主将 为什么不自己去 总之就是 我不去 你看着办吧 寻瑶盯着吴旭看了几秒钟光景 突然操起暗机上的一个铜酒壶 朝吴旭狠狠砸去 发疯似的骂道 懦夫 贱人 你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世子 我真替赵氏感到羞愧 如果不是吴旭躲得快 再加上众将死死劝阻 寻瑶非将吴旭砸死不可 吴旭灰头土脸回到自己帐中 家臣都很愤怒 摩拳擦掌 要去和寻瑶拼命 无序用一句话将大伙都劝住了 父亲立我为世子 不就是因为我能忍吗 强权之下不屈服 不妥协 但也不乱来 这就是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法则 事情到此 本来应该过去了 但寻瑶显然不解恨 从郑国回来后 他专门找赵央谈了一次 一本正经的建议赵央 废调无序 另立世子 赵央听了一脸错愕 不明白眼前这个人 是过于蛮憨 还是过于跋扈 要知道 选择继承人乃是家族内政 岂容他人插手 更何况赵央现在是晋国上卿 智氏家族虽然强盛 寻瑶也不过是个亚青 凭什么对他的家务事指手画脚 寻瑶却没有关注赵央的情绪变化 仍在那里滔滔不绝 极力向赵央证明 不费无序 则赵氏必亡 可是赵氏亡不亡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站在竞争者的角度 赵氏的继承人越是不堪 不是对他越有利吗 赵央半眯着眼睛 听着听着终于弄明白了 寻瑶这个人 从骨子里头有一种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气质 但凡他看不惯的人 必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是这样的话 选择外柔内刚的无序 来对付他 倒是没错了 赵央睁开眼睛 老练的打了几个哈哈 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便将寻瑶打发走了 新政城下的这场冲突 为九年之后的晋阳之战 埋下了伏笔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